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六十多岁发名Amy的她 二十多年来身体受尽巴痕带来的困扰 遍布耳背、胸口和肩膀 不单只会凸起 还会又痕又痛 胸口尽量穿着衣服遮住 不让人看到 耳朵尽量把头发撥下来 不想让人看到 Amy说耳朵曾经发炎 胸口有暗瘡 最初没有特别理 谁知道发炎的位置 开始形成像蟹爪般的疤痕 还越来越大 并周围蔓延 她之后去看医生 才知道这些叫蟹粥肿 因为初时不理她的时候 可能会影响睡眠质素 睡觉的时候会痕 或者痛 痛醒 睡觉的时候都很不舒服 半夜你会觉得她又痕又痛 你就要用手弄一下 让自己舒服一点 一晚会醒几次 这样 Amy的胸口和肩膀的蟹粥肿 透过治疗好很多 但耳背的蟹粥肿 试过做四次切除手术 很不幸每一次都复发 困扰了二十多年 都是有点不开心 为何会做完手术又会起发 什么原因我自己都不清楚 要知道什么是蟹粥肿 先了解一下皮肤的结构 我们的皮肤分为表皮 真皮层和皮下组织 正常来说 一般人身体有伤口 皮肤懂得自我修复 真皮层的成纤维细胞 会帮助伤口愈合 虽然有可能留下疤痕 但疤痕会随着时间减淡和抚平 而蟹粥肿就是一种较严重的疤痕類型 成纤维细胞变得过度增生 令疤痕不断向周围蔓延 超出原本受伤的范围 就会形成蟹爪一样 凸起而且坚硬的疤痕 这些疤痕膠常出现在 胸部、肩膊、背部和耳朵 除了影响外观之外 患者会觉得疤、痛和红肿 蟹粥肿普遍在皮肤受创伤之后形成 例如外科手术 穿椅、暗瘡等等 亦有可能是胶族遗传 或者原因不明 医生说部分患者拖了很长时间才来求诊 但越迟求医 治疗就越困难 症状严重的话 蟹粥肿的位置甚至会含浓 很多人忽视了蟹粥肿早期的治疗的急切性 那就忽略了 觉得男人不要紧 或者女性都觉得这么小 不要紧 但是他们不知道蟹粥肿的特性就是 随着时间会增大 影响外观越来越严重 将来会痕痛 有机会发炎 现在未有彻底根治蟹粥肿的方法 但有方法可以控制病情 包括注射类固醇 冷冻治疗 痛切除手术再加电疗等等 针对早期较小的蟹粥肿 医生建议注射类固醇 减低增生细胞价活跃程度 平均每个月需要打一次 部分患者需要连续注射几个月 甚至一年才有成效 不过长期注射类固醇 皮肤有可能会塌陷 至于较大的蟹粥肿 医生一般会建议做冷冻治疗 以超低温冻死不痕细胞 过程中需要局部麻醉 因为蟹粥肿是真皮层的细胞增生 所以医生不会在患者皮肤表面 噴冷冻剂 而是用一支冷冻治疗针 刺穿蟹粥肿 令液态氮在针内流动 这个治疗针内有两个管道 液态氮由一个管道进去 从而从另一个管道走出来 液态氮不会注射入身体内 因为液态氮是一种非常低温的液体 去到零下196度 当它经过针 再去到疤痕组织度 这些疤痕细胞 细胞受到低温的影响 就差不多去到零下五六十度 这种温度大部分 在那个位置的细胞都会慢慢坏死 之后就会拿走一支冷冻针 汪粗会肿胀起来 这个是正常的反应 初一两个礼拜 就开始有这些肿胀的情况 肿胀后组织就会坏死 就会脱落了 但一个月后脱落 表面干了 就回到复诊 这个阶段 我们看到有些地方 未完全平了 就可以帮它加一些局部 雷固醇注射 这个阶段注射雷固醇 不适的程度 就比这个阶段 去打雷固醇 就会有很多 冷冻治疗的好处 是不需要开刀 可以将鞋竹种 縮小大约五至六成 令患处平坦些 但有机会令一些色素细胞坏死 导致皮肤浅色了 冷冻疗程之后 可能还要注射 再加上雷固醇 和用垂巴贴 控制病情 跟进治疗的时间会较长 也要留意 不是每个患者 都适合接受冷冻疗程 例如对冷冻剂敏感 吃紧薄血药 患处出现细菌感染等等 不适合冷冻治疗的病人 可以选择外科手术 切除蟹竹种 不过因为手术之后 会有伤口 新的伤口 有可能会制造更大的蟹竹种 复发率高达7至9成 所以医生建议 做完切除手术之后 要再配合低剂量的电疗 剂量大约是颜症治疗价四分一 才能够抑制包含组织增生 亦可以令复发率降至少于一成 这一日Amy将会第五次做手术 切除蟹竹种 和之前不同 今次还会加上四次电疗的疗程 如果有什么特别不舒服 你出声说就可以了 而因为之前做的手术 他耳背的位置已经有些变形 所以医生不建议他做冷冻治疗 耳术的形状已经和正常不同了 如果再用冷冻治疗 他都应该控制到下竹种 不过耳术的形状可能会破坏 因为冷冻治疗是靠针去做的 针的动法一定是360度围着针去动 他就不会选择 某些地方动多些 某些地方动少些 手术切除不同 我们的手术刀 我们的设计会好些 手术需要局部盲醉 由于今次要切除的部分在耳背 增加了手术的难度 多数耳术的下竹种 通常是一个耳珠 或者一个耳骨的上方 那里就比较容易切除 而保留耳术的形状 很特别因为他已经做了四次手术 其实每一次手术 对耳术的组织都是一个创伤 我们希望留下正常的皮肤 希望耳术的外形 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切除了下竹种之后 就可以逢真 手术可能出现的副作用 包括对麻醉药有过敏反应 伤口感染或者有瘀血 医生会用磁细压力耳環 压着患处止血 做完手术之后 Amy就要立即接受第一次电疗 因为在伤口缝合24小时之后 身体的成纤维细胞就会开始增生 所以要尽快做电疗 压抑骸足种再次出现 放射治疗本身因为X光射线 它将射线范围内的细胞 增生的能力破坏了 也将血管组织增生能力破坏了 从而减少它复发的机会 医生补充 接受方射治疗的位置 有可能会出现类似晒伤的症状 最初可能会变红或者脱皮 皮肤也会变得深色些 但随着时间会慢慢减退 长远副作用很少 Amy做了手术和电疗之后 伤口复原也不错 效果是理想的 因为复原得很快 自己处理伤口要小心 不要令它发炎 我家人都会比较关心 就是说伤口怎样 他好像我先生 都会帮我洗伤口 和连沙布 让他不要感染到细菌 他多谢医生和家人的照顾 也鼓励受蟹足种困 妖嫁同路人不用怕 要尽早提医生 其实医生都说电疗的分量很低 比起癌症病人的分量 是少之又少 所以辐射各方面都很低 没有任何影响 例如身体上 没有头昏 吐 完全没有这些反应 其实是不用担心的 因为现在医学上 有很多方法 可以去做这件事 如果有这种病 我觉得是要尽早去看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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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